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艾美丽索内特 与赛霍兰 非常重要的一次抢断啊 过不了门将这关的 这才叫持球推进啊 这次进攻啊本来很有威胁 但是就怕但是被对手破坏了 他在边路被放空了 什么 运气不好就高了一点 等恩拿球 亚里克斯摩根 索菲亚史密斯 这是一波非常漂亮的连续倒角 他们在对方的腹地寻找机会 以及漂亮的划铲成功抢断 卡里尔哈拉 这是要上演长途奔袭啊 临赛霍兰 看起来可以自己突破了 球传给了霍兰 机会不好啊就先稳一稳 球解围出了危险区 这球该有了吧 他这个球是怎么打门的 这种距离都能直接送到门将怀里 说不定是因为门将气场太强 给的压力太大了 直接打门 门将做出了精彩的扑救 裁判剥夺了他们这个球的机会 因为越位了 球权又回到了自己脚下 采判明上了 这个任意球可以直接威胁球门 门将把对方发出的任意球牢牢抓住了 亚利克斯摩根 他这是要独闯龙潭啊 本以为这次进攻很有威胁 没想到被对手抢回了球权 他们呈现了一波精彩的连传 进了就领先了 还好挡住了这角射门 机会到了他脚下了 门将还是碰到球了 这球有了 这个球可就不能苛责门将了 他已经做得很好了 尽管有人会说 只要丢球了门将都有责任 但是这一次我不得不说 门将真的做得足够好了 他的铺就很精彩 只能叹息运气不好啊 将局被打破 目前比分1比0 凯利耀哈拉 亚利克斯摩根 董恩拿球 到了这个区域啊 能做的事情就很多了 这球本身递叮了 门将做出了一次成功的铺球 小球开向了禁区中心 结尾效果不好啊 呼救的质量很不错 这还是一个角球啊 先把球控住啊 他从边路切进来了 刚才这个抢断十分关键啊 对手已经大举压上啊 正好打反击啊 反归 裁判明哨了 运气不错啊 裁判没有出牌 只是警告了一下 这种球对他来说不在话下啊 艾米利桑尼特 亚利克斯摩根 尝给了霍兰 漂亮的拦截 就这样把球接走了 就看接球的那边了 看看王珊珊怎么处理 球进了 现在他们两球领先 来看一下进区的回放 这脚传球分量给他夹的好处 完美地穿过了对方的防线 送到危险区域 射门的这一下也非常值得夸待 对方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 他都完美地应对了 找到了机会 起脚射门 优势扩大 比分变成了2比0 在寻找机会 并没有着急 这球应该是传过去了 漂亮 尽管这次啊 是个越位球 但这个门将的发挥 值得表扬啊 他对对方球员在周围的分布 是了然于心啊 这才能够准确预判到 这个传球的路线 好 带球摆脱了防守啊 效果不是很好啊 对方抢到了第一落点 比赛还没有结束 还有一分钟的上停不迟 四往三 上半场比赛结束 双方进入更衣室 稍事休息 比赛继续进行 中国女组带着领先的优势 展开了下半场的争夺 好 机会措手可得了 你感心吗 这种球资都没打进啊 这么近的距离啊 他完全没必要发那么大力啊 就是啊 顶着对面的比抢 在后场处理球 亚利克斯摩根 球到了前场 开始组织进攻 能扳回一个来吗 非常关键的防守 基本上可以说是危险 已经解除了 亚利克斯摩根 有队友在附近接应 看看这个球要怎么打呢 能先扳一个回来吗 好球啊 只差一个球了 还有时间 还有机会 再来看看回放 这个球最精彩的部分 就是它的跑位 知道什么时候 该出现在什么位置 天赋和经验均一不可 比分被改写成了2比1 直接打门 好球 非常漂亮的远射 太精彩了 他这个远射动作啊 绝对可以放进教科书里了 是啊 我们看到他在离进去 还有很远的地方 就起脚打门 这脚球也是势大力尘 角度刚刚好 能打进这样的进球 不简单啊 比分被改写成3比1了 揭里克斯摩根 摩根拿球 前场能不能创造出机会呢 但是防守防啊应对的很好 抢到了球 继续带球狂奔 提醒大家一下 目前比赛的时间 还剩下三十分钟 网霜 把球控制在自己脚下 不会轻易地让出球权 对手拿他没有办法 在后场把球断了 球到了他脚下 身边的队友 在努力帮忙拉扯空间 一高人胆大 在禁区里完成了抢断 索菲亚史密斯 看他怎么处理这个球 他依靠丰富的经验 及时地出脚 划解了对手的攻击 王珊珊 王珊珊传球很精准 球直接传给了门将 在这个地方 他们可以有很多进攻的选择 精彩的防守成功的抢断 精彩的防守成功的抢断 这球很漂亮 脚球开向了进区 他又给了一个脚球 不能算是个成功的解围啊 进攻方还有机会 这球毫无难度啊 门将轻松拿下 犯规了 犯规了 比赛暂停 自网森 传终到了进区里面 投球攻击 进了 完美啊 这一次 他们的编路传终 再次收到成效 最后的射门也不赖啊 一击投球 攻破了对方门将的试指关 比分已经被改写成了三比二 传过去就是机会啊 对手的这次进攻就到此为止了 这个球的位置啊 已经很深了 绝佳的机会啊 非常漂亮的铺角 这算是非受破性失误吧 球丢了 双方的分差只有一分 比赛的常规时间还剩下五分钟 对手仍有扳平的可能 球传给了霍兰 这次拦截非常漂亮 直接将对手的进攻扼杀掉了 罗佳慧 双妹子往上拿球 这个位置可以直接威胁球门了 观众也在为他高声大喊 单刀球面对门将还是没有进 他们能领先到两球吗 这浪费机会肯定是不能了 都不是吗 没找准目标啊 球直接传给对手了 好机会能锁定胜局吗 好样的 这个进球提前终结了比赛的悬念 目前的比分是4比2 4往3 咱们示意比赛将有两分钟的伤停补时 等了一下 球还在场内 这次进攻 中场哨声响起 好 谢谢大家